大家好,我是双双,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家母牛要搬家了,要搬到我身后的这个房子里面来 然后我现在脚站的这个地方是母牛的散卷 听从大家的介意,我们已经把草垛,底子,所有的草全部都清干净了 因为这两天不是下了上雪吗,然后能烧的我就都烧起来了 然后实在是烧不了的,我就拿我们家的小粪车,我倒腾了一上午 然后这一会儿江南也倒腾一会儿,就把这边全部都清干净了 那边是土堆,这边底子一点问题没有了 一会儿把这点清完,然后把铲车打着,该挡都挡,母牛就能出来了 这领不听母牛一出来还得溜绝子呢 多舒服啊,跟那里边多憋屈 是的,那里边地方属实是有点小 但也憋屈了一个月了,没有办法,活太多 哪样也缺不了,哪样都少不了 这边我二叔焊了个这个高栏 但是我觉得这底下不应该再加一点吗 50公分,倒是也不能出来应该 这是我们家的母牛鲸 上面栏杆也焊好了 底线牛槽子也都准备完了 然后赶母牛 能用的车都用上,没有办法,车多 嘿嘿 大美妞们,你们要搬新家了,你们知道吗 一会儿配合点啊,都别嗷嗷跑,让我们碾不上 都听点话,知道不 中指挥,你指挥好了 安排好了 准备要开工了呗 可以的 走,开始 来吧,伙计们,给你们换个家 慢点你啊 一会儿水泡在这儿等着呢 起 牛来了二叔 完了我家公牛活了 这俩小的也松开吧 这个进去就好 跳 跳 跳 那俩小的 那看到钢锅里没拨呢 可以 哎 跳 这家高兴的 看看 这家高兴的 看看 哎呀 哎呀妈呀 哈哈 美 哎呀 冲出来了你 完了 她跑了 快点快点 找你伙伴去 老高兴了 这家伙 爹就外了 哥里 你说这我会感觉这么整不好整 那里边地上小 哎呀妈呀 天呐 六爵了 这六爵的 这新话我可算是出来了 可给我难受死了 撸草去了 看见没有 上那 607 上那吃一口 哎呀 哎呀 这家伙蹦的 高兴 真大地方 真好 大活儿 这我看你帮大牛老歇了 你看他吧 哎呀 我的你妈 有点倦给我拆了 哈哈哈哈 没 还不得愿意高兴一会儿 撒瓜跑的得劲呢 跑吧 尽情的跑吧 撒撒瓜 撒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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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活运的都注意点啊 哈哈哈哈 慢点跑 不是 你说他都挺高 告诉他一声 呵呵 观察他们一会儿 看看哪嘎的 不严实的 然后趁着解决隐患 这一大帮家伙出去 年都年回来 哎 这这一外边一看 这大牛黑牛真好看哪 哎呀 妈呀 这草幸亏整走了 真吃啊 真不惯病啊 你干啥呢 大宝伙啊 吃你嘴巴的去啊 哈姨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帮牛太可爱了 鸭头们吃饭了 快来 回家吃饭 进屋吃饭了 进家走走走走走 进家吃饭了 刚开始找不着家 你帮傻家伙 把草添了 把草添了给它圈进去 好 哎 天妈 嗨嗨嗨嗨嗨嗨嗨 吃草在屋里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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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哎 对往里走 快进家进家 快点进家 快点进家 快家进 哎 进去吃草 这不就找着地方了吗 这不就知道吃草的地方在哪了吗 这不就知道吃草的地方在哪了吗 又换地方吃了 那可不 哎不进来 穿了半天 这俩小的还是瘦厚 还是吃不上的货 哎 那头也得天生啊 二叔 这边草子没那边长了 我们家604被撵出来了 二叔家的1718 还有我家的602和大黑 给它撵出来的 他们几个太霸潮的 晚上我在外边弄了点草 弄了点颗粒 自己在这偷偷吃小杖的 嘿嘿嘿 这几个家伙搁着喝水呢 其他的吃饱都除去了 朋友们我们又解决了新事一桩 把母牛挪到这个棚子里来了 然后明天去买水管子 给母牛棚里边安个水管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然后明天买龙头 把我们家的母牛给拴上 然后明天二叔家的母牛 就碾回家去了 然后就剩我们家这几头牛了 给他们拴起来 要么大的欺负小的 根本就吃不着 好了朋友们 事一件一件的办 然后我们先就这 拜拜